Chat GPT具有极强的学习能力,能够快速地学习各个领域的专业知识,甚至达到人力专家的水平。 这标志着人工智能成为了当前科技革命的核心技术,将极大的提高生产力。 对网络安全来说,人工智能技术将加剧网络安全风险。 现在高水平的黑客只是一小部分人,大部分攻击者都是小打小闹。 但人工智能技术让黑客的水平跃升,甚至不懂代码的普通人也能成为黑客。 人工智能不仅降低了攻击的门槛,也让攻击的数量激增,它给网络安全带来了巨大的挑战。 怎么应对这个巨大的挑战呢? 一种观点认为,用人工智能打败人工智能。 但是我认为,解决问题的核心是人。 网络安全的本质是攻防两端,人和人之间的较量。 那无论是实战,还是演习,每一场较量中,人都发挥了引领驱动的作用。 比如,在北京东奥网络安保中,我们对几乎所有可能做了预判,建立了三级态势感知系统, 研判拦截3.8亿次的网络攻击,创造了东奥网络安全零事故的记录。 其安信正在训练专有的类似ChatGPT的安全大模型。 并且在人才培养上,我们进行了超前的布局,通过人家机器的配合来应对未来的安全挑战。 我们积累了海量的安全知识和数据,正在基于ChatGPT的相关技术训练安全模型, 可以用于安全产品的开发,可以用于网络攻击的威胁检测和弄动挖掘等多个方面。 在人才培养方面,其安信是培养卓越工程师的重点企业, 我们在绵阳、武汉、青岛等地建立了虎福网络安全人才培养基地, 目前培养了3600多名网岸人才,输送到了金融、交通、能源等各个重点领域。